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已紧密 不已松散 人之生死全赖乎气 气聚则生 气壮则康 气衰则弱 气散则亡 原来把一些老人突然生牙齿 生头发是返老还童 其实这是气散现象 元气不守命门维护生命了 表出来去迎位四肢末梢 当元气守在命门不往外散 就是全身烂掉 生命也不会终止 有些老人常年卧床 全身烂了 仍是顽强生存着 就是元气坚守命门 不外散 气衰时 一般气会收缩 保护新陈代谢重要器官运行 放弃一些对生命体次要的器官运行 比如保护五脏六腑的运行 放弃四肢末梢 肌肉 神经系统的乳氧 所以有些人外面看皮肤枯燥 肌肉萎缩 头发稀疏 但是五脏六腑运行正常 无病征 根据气的性质 气衰会往里收缩 以迎位五脏六腑 次要器官就会产生运行障碍 即病症 这是生命运行机制 规律 是保护生命长久的机制 为什么有些人会筋骨皮绒光 五脏六腑病患连连 这是反气的性质 逆气规律 气质的逆反是人为造成的 造成逆气规律的还有现代医学误导 当一个人气血亏 肾经肾源衰败 仍去运动 确实是枝干末梢得到了盈位 肌肉发达了 筋骨健壮了 精神状态好了 但是这是牺牲元气 牺牲盈位内脏的真气去荣达的 表面看人的活动能力强 但内脏却在消结 最主要是气机松散了 气质逆反了 气不是去盈位五脏六腑或是肾源的保护 反去如氧筋骨皮 生活无节 医学误导造成的气机逆反 还没有练功造成的气机松散 危害那么大 现代气功由刘贵真等老一代实练者总结出 调姿 调息 调神锻炼方法 是经过临床试验总结出来的 根据现代气功的这些练法确实能延年益寿 治病疗病 也不会出偏 出问题 但是八十年代层出不穷的功法就打破了现代气功的练法 更遑论古丹道练法了 为了创派拉人无用其极的破经节气激发功能 一 自发功通神论 老一辈气功家刘贵真 周乾川 巨赞等等这一代 把自发动归类到练功出偏范畴 周乾川还收集一套三十六天钢执法 纠偏练功中的自发动 以及收集一些他纠偏练功自发动的案例 甚至于巫术界 也视自发动为出邪 很多巫人入巫时会大动不止 畅脚不停 这时需要功力高的巫人去纠正 以达到收发自如 代工报告传自1984年河北石家庄气功门诊 后来各路气功大师是抄袭石家庄气功门诊的代工模式 甚至开场白也是石家庄气功门诊口语 石家庄气功门诊创造了代工报告 但是没有使他们红起来 这印证了商业规则 第一个 推广新商品的人是失败的 为什么推广新商品投批人会失败 因为不熟的商品大众一下接受不了 形成不了市场 也就赚不了钱了 为什么后来各路大师代工报告 风气云涌 风魔全国 这是自发动工造就了大批气机松散群体 自发动工摇松了炼者的气机 这样随随便便什么人说些炼功的话 就使到他们体内气机反应 激发出自发动向 这样千里传工 万里疗病的骗术也出来了 当一个包装成神的 佛的 外星人的大师代工 那些听报告的就以为真的 他们给自己加了工 不知是自己气机松散受暗示 受诱导引起的自发运动 代工报告连巫术都不是了 是一种骗术 巫术有些还是真功夫 即发出真气 代工报告纯粹是吹水 在欺骗人 二 周天通摆病除论 周天通摆病除是八十年代气功热时 流行非常广的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岂使和人无法溯源 老一代现代气功的公理功法是没有这种说法 古传单道修炼法也没有这种说法 显然是当代气功界传出来的 当代气功界这种说法流行甚广 以至于很多功法以通周天的速度来做推广噱头 宣传功法的广告练通周天时间越来越短 从百日通周天到一个月通周天 然后到一个星期通周天 最后有些功法干脆说 周天本来就是通的 不用练它自然是通的 不过任督脉是不惯通的 不练是不会通的 不会形成小周天环流的 但是通周天后是否真的百病除了吗 却没有任何气功临床案例证明 通周天的案例非常多 就是一些小毛小病的人通周天后 也不会立即消失 仍需练通大周天 逐渐才使病患消除 病患较多较重的通周天练几年 才能消除病根 以通周天为目标的功法 一般用异手 以异领弃 以异化弃等方法 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出篇或走火入魔 因为弃是不受异时指挥的 异时异时弃多了 弃就往来冲突 汹涌澎湃 越想控制它们 它们越是四处奔放 这样练功就是运弃 运弃就是弃松散 所谓气静心平 气一静不移动 气动心躁 这类功法往往是以气感强弱 衡量功力 就使到练功者追求气感 追求周天 越练功 气越松散 对内进行意念 以异领气 倒气 隐气 空运周天等等 对外进行拉气 踩气 体感探病 发外气等等 这样产生很多出偏现象 或走火入魔 三 意识化气论 意识化气是意识产生气 意识决定气的生发和存亡 这与唯心论相似 意识决定功能 决定气的运行机制 同样很多大师用宗教来包装功法 把修身养性进行延年益寿的功法 搞成宗教式拯救功能 同样 练功用唯心论 宗教做理论 也是草阁人命的 所谓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一念之差 天壤之别 怎么练功才不会出偏 只要不用义 怎么练也不会出偏 把修身养性 疗病治病功法 使为练义 以义化气 以义化功能 甚至于意念导弹轨迹转变 意念化学反应 意念拯救人类 拯救地球等等 就不是修身疗病治病功法了 是邪魔妖说了 练功是实实在在的事 在中医学里 修身养性是延年益寿重要一部分 中医学与修身养性紧密相连 相得益彰 宗教无意入恋造成的契机运动 对医学 单道气力 经络学没有理解 产生出偏 走火入魔现象 这也说明修炼是唯物性的 如以义决定物质理念修身 必然会出偏 走火入魔 当身体气衰 人的活动能力下降 脑力劳动败退 古中国创造出无为 虚静 甜淡的修炼总纲 这是延年益寿的至圣经典 现代医学利用运动来激化体质衰退 表面是有效果 但是以气机松散 气血外溢为代价 生命活动是获得提高 寿命却会缩短 中医学理论里 没有气的聚拢和松散的篇章 但是在中药学里 有理气要类别 色经收敛要类别 在中医学的理论里 一直没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学说 这是中医学的一大缺陷 也是被现代反中医 针错的软肋 不是说中医学 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是在历史的流行过程 湮灭了 中医临床诊治理 理气与收色止血 属二大类病症 这在要点里也充分表现出来 比如伤寒需要用心散理气要行 漏经崩公需要用收敛止色要行 不过对于每个人体个体气机 聚密和松散没有临床课题研究成果 对于病理学及人进入病态 气机必然衰亏 同样气血虚亏 有些人的气机会腮堵 有些人的气机会松散 这样同样的补气血 用药却不相同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中国各地食味偏重明显 比如四川湖南石辣 四川在辣椒中还加花椒 增加心散效力 山西一旦食酸 安徽一旦食甜 对于气血虚产生的气聚与气腮体质 在这些地方就要注意了 如气散体质 仍去大量吃辣 就会促使气更松散 气腮体质 仍大量吃酸 就会使气机更腮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你赞同小万说的观点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